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日前披露,中共有关当局正在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所有新疆居民的DNA、血型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 对此,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中共此举隐藏着邪恶目的。 人权观察在12月13日的新闻稿中说,新疆阿克苏地区人口服务管理和实名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7月印发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简称工作指南。 根据工作指南,不同形态的生物特征由不同机关负责搜集。 三维成像、指纹、声纹、红膜扫描等生物信息,由党政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 以入户采集或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方式,通过专用移动终端进行采集,同时查核户口信息。 而DNA和血型信息,由各地卫生寄生部门负责,依托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采集。 但这一体检工程相关的媒体报道和官方实施文件中,并没有列明DNA是医疗检验项目之一。 工作指南要求,除了采集该地区12至65岁人群的生物信息外, 对重点人员和需要关注人员及其近亲属,则不受年龄限制,要全人采集。 另外,新疆当局的生物学特征搜集也包括已经移居中国其他地方的新疆人。 他们被要求向地方当局提供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样本。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11月初的报道,将近1900万人在2017年已经参加了名为全民体检的体检。 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表示,中共搜集居民的DNA数据有三个目的。 一是采集血样以备制造生物武器。 他说,中共政权一直就把维吾尔人当成是敌人,要么彻底同化,要么就消灭, 所以,针对维吾尔人传播一些疾病,而维吾尔人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进行种族大屠杀。 第二,把维吾尔人整个民族当成中国器官移植的备用库。 近期在新疆喀什的飞机场开通器官绿色通道,如果器官的来源不是很多, 他怎么可以在一个机场开设绿色通道,这说明这个地方的器官源是非常充足的, 而喀什是维吾尔人居住最大的地方。 三是达到对每个维吾尔人进行控制。 伊利夏提说,一旦有了他们的生理数据,那么找到一个人,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进入边界,或走出边界,那对中共来说就一如反掌。 对于中共大规模采集人体高度敏感性的DNA和血型信息, 中共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中表示, 做体检一般是固定项目,只有特殊情况下才需要采集, 如需要接受器官移植,但那是万分之一才有一个, 除此,骨髓移植需要,可只有造血功能不全,白血病才去做。 陈炳中认为,在体检中增加这些项目, 无形中加大了卫生开支,因为做这些都是很费钱的, 不过没有用处为什么要做呢?让人一斗丛生。 至于是否用作生物武器,需要培植病毒细菌, 陈炳中说,研究新药或新的病毒,一种新的细菌是有针对性的, 做这种实验是医学研究部门,需要的样本量一般在一千左右, 太高就会花很多钱。 如果非自愿强行做,不说明原因,加到体检里面普遍做, 科学研究上是不承认的,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这样做是在侵犯人权。 陈炳中表示,大面积的扫描,世界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中共这样做让人怀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据人权观察记录,新疆公安厅曾于2016年9月公开标购DNA定序仪, 显见其证构建大型基础设备,以便通过分析DNA样本, 将大量人员建档管理。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大纪元说这是一种假想敌的思维。 以前是中共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 现在已经成为对整个维吾尔民族采取的措施。 胡佳认为,这种措施对新疆维吾尔人运用之后, 肯定会用于藏族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南部及云南西北部的藏族人, 也会用在汉族人身上。 胡佳说,中共的防控前沿其实是维稳前沿, 就是维护这个党国的专制体制的根基, 而且党国在这方面早就做好了万全的预案。 新疆所有模式都可能在特定紧急状态下, 推广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切断网际网路,甚至切断移动通信。 新疆是一个磨刀的地方, 在那里把刀磨得快快的, 把刀法练得很成熟。 据人权观察5月份的记录, 中共公安机关已建成可搜索性的全国性DNA资料库, 录有于4000万人的资料,包括异议人士和流动人员。 DNA资料库让公安机关不仅可以搜寻特定人士, 亦可找出其亲族成员。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 这种针对所有的人的包括DNA在内的强制性生物学, 特许证资料库设立是对国际人权准则的粗暴侵犯。 这种做法是以免费保险项目的名义秘密推行, 尤其令人不安。 以利下提认为,特别是隐蔽地进行采集, 这就说明中共想掩盖什么, 而掩盖这一点就说明它存有阴险的目的, 邪恶的目的。 他说,背后隐藏的邪恶阴谋才是真正可怕的, 因为它要拿这个干什么? 这就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了。 日前,中共外交部并没有否认新疆当局 全面搜集当地居民DNA样本的消息。 中共日前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 破例有6名政治局新旧常委出席。 其中,韩正似乎显得多于, 其常委分工再次引起关注。 此前多有分析指, 韩正和汪洋的职务或存在变数, 但港媒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 中共官媒12月8日报道, 习近平12月6日在中南海主持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李克强、于正生、张高丽、王沪宁、 韩正也出席了会议。 去年12月, 也是习近平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 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于正生、 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按惯例, 这一会议要由5位常委到场, 包括中共总书记、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兼任书记处书记的常委、 常务副总理。 对比上述两次会议发现, 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以明确接替刘云山, 因此作为书记处常务书记 出席了会议。 于正生和张高丽虽然不再担任常委, 不过前者仍是政协主席, 后者仍是国务院副总理。 而为明确职务的新任政治局常委 韩正也有出席, 似乎成了多余的人员。 按照新一届中共常委排名, 位列最末一位的韩正理应 接替张高丽, 在明年3月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但也有分析认为, 他将与排名第四的汪洋对调, 接替于正生出任政协主席。 不过, 12月8日的座谈会上, 张高丽和于正生都有出席, 韩正到底接替谁仍不明确。 12月5日, 韩正以常委身份首次公开现身, 出席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盟第十次代表大会 即成立70周年大会开幕式。 当时有分析指, 韩正在民主党派大会上露面, 很可能代表他将出任政协主席。 但香港《明报》12月6日的评论文章指, 有关汪洋和韩正职务对调的猜测只是个误会。 文章说, 近日大陆各民主党派陆续召开换届大会。 按照惯例, 中共排名第二到第七的常委, 会按照常委排名和民主党派开会的先后, 分别依顺序出席祝贺。 今年和5年前2012年的安排如出一辙。 因此, 韩正和栗战书日前都出席了民主党派的会议, 但并不代表他们之中谁会出任政协主席。 《明报》文章还指, 汪洋近期经常在经济场合露面, 因此很多人猜测他将出任常务副总理。 但他出席的活动, 都与其现任副总理分管的农业、 扶贫、商业、外贸、海关有关,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明报》此前的文章也表示, 如果说常务副总理在常委中排名第四也无不可, 而政协主席排名最末则不太可能。 不过, 汪洋近日的公开活动, 也被指却有特别之处, 因此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比如, 汪洋日前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十四届财富全球论坛, 而2013年在成都举办的一届财富论坛, 与会的是张高丽。 朝鲜半岛战云密布, 局势一触即发之际, 近日社交网上流出一段视频显示, 连绵不断的中共军队车队, 开赴中朝边境。 结合最近国际上针对朝鲜的一系列震慑行动, 加剧了外界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担忧。 12月8日, 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一段视频显示, 绵延不断的大批中共军队, 举着红旗唱着军歌, 在中朝边境的吉林省沿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公路上行进。 12月7日, 推特上的一段视频则显示, 以PP的军人边走边唱, 路边的商店名是用朝鲜文与中文双语书写, 接到一旁停留的车辆拍照位及H, 整段视频不到40秒, 最后再传出不要拍照的警告声中停止。 目前为止, 上述消息未经北京官方证实, 但结合最近国际上针对朝鲜的一系列震慑行动, 加剧了外界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担忧。 12月4日至8日, 美韩取行了代号为警戒王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 联合演习出动了230架飞机, 美国还罕见地出动了F-22隐形战机。 韩梅宁确表示, 演习重点是对朝鲜核心设施进行精确打击。 而俄罗斯军队早前在与朝鲜接壤地区完成摊头登陆训练之后, 其海军陆战队继续进行实弹训练。 在美韩军演的同一天, 中共空军发言人宣布, 近日出动多种战机赴朝鲜半岛附近的黄海和东海训练,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 与此同时, 位于中朝边境的吉林省官媒突然以整版的篇幅, 介绍了核武器的五种杀伤破坏因素以及如何进行防护, 以求生存机会的原则和方法。 随后, 移动通讯长白分公司又流传出的一份内部文件, 显示位于中朝边境的长白线五处正在设置朝鲜难民安置点, 该公司将进行前期的通讯系统设置。 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应对战争爆发后, 防范朝鲜的核泄漏和朝鲜难民大局涌入。 外界猜测, 这些预示着朝鲜半岛局势已经到了一处急发的地步。 日媒则称, 美国总统川普终于决定发动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 已经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最有可能动武的时间是12月18日晚前后, 中共十九大之后, 赵乐际接替王岐山担任中共中纪委书记以来, 发出的反腐信号丝毫不简, 对官场形成的震慑不亚于王岐山。 据公开披露, 中共官场一个月内至少有6名官员自杀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2月3日, 广东省和元市副市长谢耀奇在家中跳楼自杀为止, 过去约一个月的时间, 已先后约5名官员自杀身亡, 其中包括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戴京斌, 河北省横水市原人大主任孙志仁, 河南省平鼎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永胜, 湖南省委员政法委委员张小华及中共军队原政治府主任张阳, 掀起新一波官员自杀潮。 中共十九大刚过, 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上台, 在短短20天内, 就有至少30个官员被中纪委通报调查, 这释放了赵乐际反腐高压不输王岐山打虎不手软的信号, 而官员接连自杀, 或与反腐有关。 事实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 随着习当局反腐打虎运动不断升级, 中共大小官员自杀事件层出不穷, 各种死法扑朔迷离。 据港媒报道, 十八大至今, 官员自杀人数积增。 2015年, 富可及以上官员自杀身亡的人数为1500人, 2016年增加到1700人, 而2017年的情况仍在恶化。 据悉, 文革自杀高峰期的1967年也只有约1300个官员自杀。 针对官员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激增, 中共官场此前流传一句话, 宁建阎王, 莫建老王的说法。 至于官员自杀的原因, 外界认为贪官自杀, 不仅可能为家人保住部分甚至全部贪腐钱财, 更重要的是, 他在这条贪腐链上的同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也会幸免于灾。 而中共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则表示, 贪官自杀可得到三方面的益处, 一是, 消除罪证, 保护同僚, 二是, 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 三是, 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 外界认为, 如果当局对自杀死亡的贪官不再深究, 可能会是更多, 更大的贪官呈漏网之鱼。 因此, 应该继续一查到底, 让这些贪官见了阎王也躲不过老王的追查, 深究其自杀背后的原因, 这样才能让其他贪官无所遁形。 原因, 家道体检里面普遍做, 科学研究上是不承认的, 是不合法, 不合规的。 这样做是在侵犯人权。 陈炳中表示, 大面积的扫描, 世界上前所未有, 闻所未闻。 中共这样做让人怀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据人权观察记录, 新疆公安厅曾于2016年9月公开标购DNA定序仪, 显见其证构建大型基础设备, 以便通过分析DNA样本, 将大量人员建档管理。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大禁元说这是一种假想敌的思维。 以前是中共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 现在已经成为对整个维吾尔民族采取的措施。 胡佳认为, 这种措施对新疆维吾尔人运用之后, 肯定会用于藏族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南部及云南西北部的藏族人, 也会用在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日前披露, 中共有关当局正在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所有新疆居民的DNA、 血型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 对此, 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 中共此举隐藏着邪恶目的。 人权观察在12月13日的新闻稿中说, 新疆阿克苏地区人口服务管理和实名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7月印发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 简称工作指南。 根据工作指南, 不同形态的生物特征由不同机关负责搜集。 三维成像、指纹、声纹、红膜扫描等生物信息, 由党政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 以入户采集或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方式, 通过专用移动终端进行采集, 同时查核户口信息,大规模采集人体高度敏感性的DNA和血型信息。 中共卫生部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中表示, 做体检一般是固定项目,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需要采集, 如需要接受器官移植, 但那是万分之一才有一个, 除此,骨髓移植需要, 可只有造血功能不全, 白血病才去做。 陈炳中认为, 在体检中增加这些项目, 无形中加大了卫生开支, 因为做这些都是很费钱的, 不过没有用处为什么要做呢? 让人一斗丛生。 至于是否用作生物武器, 需要培植病毒细菌, 陈炳中说, 研究新药或新的病毒, 一种新的细菌是有针对性的, 做这种实验是医学研究部门, 需要的样本量一般在一千左右, 太高就会花很多钱。 如果非自愿强行做, 不说明, 而DNA和血型信息, 由各地卫生寄生部门负责, 依托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采集, 但这一体检工程相关的媒体报道和官方实施文件中, 并没有列明DNA是医疗检验项目之一。 工作指南要求, 除了采集该地区12至65岁人群的生物信息外, 对重点人员和需要关注人员及其近亲属, 则不受年龄限制, 要全人采集。 另外, 新疆当局的生物学特征搜集也包括已经移居中国其他地方的新疆人。 他们被要求向地方当局提供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样本。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11月初的报道, 将近1900万人在2017年已经参加了名为全民体检的体检。 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表示, 中共搜集居民的DNA数据有三个目的。 一是采集血样以备制造生物武器。 他说, 中共政权一直就把维吾尔人当成是敌人, 要么彻底同化, 要么就消灭, 所以, 针对维吾尔人传播一些疾病, 而维吾尔人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 进行种族大屠杀。 第二, 把维吾尔人整个民族当成中国器官移植的备用库。 近期在新疆喀什的飞机场开通器官绿色通道, 如果器官的来源不是很多, 他怎么可以在一个机场开设绿色通道, 这说明这个地方的器官源是非常充足的, 而喀什是维吾尔人居住最大的地方。 三是达到对每个维吾尔人进行控制。 伊利夏提说, 一旦有了他们的生理数据, 那么找到一个人,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进入边界, 或走出边界, 那对中共来说就一如反掌。 对于中共,